今天的说新闻单元要带大家来关心台积电 积极地做海外的布局 董事会在昨天正式拍板了 将要到德国去设厂 德国总理肖子也说 这将会帮助德国成为欧洲半导体的重镇 而这一次台积电拍板 我们带大家来看详细的内容 将要斥资35亿欧元 大约是折合台币1236亿元 总投资金额预计超过百亿欧元 要到哪里呢 他要跟博士还有英飞林 以及恩智普等等大厂 合资在德国设厂 而这个陆地呢 德国也将会提供 大约50亿欧元的建厂补助 而这目的是要在德勒斯登这个地方 建12寸的金颜厂 而到目前的计划呢 预定是在2024年的下半年会开始动工 2027年底要投入量产 德国总理肖子也表示说 这个计划对于欧洲的发展至关重要 也期许呢可以帮助德国成为未来半导体的重镇 那么外界的反应如何呢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 台积电呢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降低对地缘政治紧张的脆弱性 试图呢要把这个风险呢 整个资产分散到全球 不过熟悉台积电计划的人士就表示 其实未来台积电将会面临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包括了是成本考量 因为呢海外的营运成本是比较高的 加上美国亚利桑那州因为缺乏建设半导体设施的专业人才 技术工人士短缺的情况下 将没有办法实现明年开始大规模生产的目标 这个目标恐怕会有问题 另外专家也研判台积电呢 包括了在欧洲还有在日本 恐怕也都会面临到相同的问题 不过整体而言专家还是认为 在德国设厂呢会有助于台积电生化跟客户的关系 拓展呢这个车用电子市场 而萨克森邦的经济厅厅长也透露说 德国现在其实呢面临了一个很严重的技能短缺 以及人口老化的问题 那么预计工作年龄人口呢 在未来的十年内会减少20万 那继续呢我们来看下一张图表了 继续呢另外是来看到了美国力拼晶片本土制造 外媒也分析说 这过程其实还是离不开台积电 美国总统拜登力推晶片法 寄出了530亿的美元补助 其实从2020年开始呢 这晶片法首次提出之后 全球晶片制造巨头就已经宣布了 在美国呢投资要超过2000亿美元 如果这些计划全部落实的话 到了2025年呢在美国生产的这个先进晶片 将占全球产量的18% 不过根据英国的期刊 经济学人的报道呢 他们认为说即使拜登让整个晶片制造 重回美国 但是美国仍然将持续向台湾来采购先进晶片 还是高度的依赖台积电 因此经济学者认为 经济学人认为说 任何的胜利论呢 其实都还是为之过早的 认为美国在未来呢再怎么说 还是会高度依赖台积电 另外一方面呢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要进一步收紧 对中国人工智慧晶片的行业的技术出口管制 虽然中国呢其实现在的这个先进半导体晶片技术发展 在美国的出口禁令之下 其实是遭受到了一些的困难跟限制 也遇到了一些瓶颈 其实是难以突破的 不过呢重点就在于他们的政府呢 其实财政补贴的支持之下 中国的低端晶片产能 目前来看其实是不降反升的 那对于欧美国家来说 他们就很担心了 在非市场手段的支持之下 他们担心说中国制造的这些传统晶片 还是呢未来会在海外倾销 这恐怕对他们来说 还是个威胁跟问题 也有专家认为中国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过不良的贸易行为的先例了 所以认为欧美国家这样的担忧呢 是情来有自的 那么未来全球半导体市场要怎么发展呢 随着这一次台积电到德国设厂的计划 也再度成了大家关注讨论的焦点 以上是这一节的说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